大家好 这里是明镜电视的明察秋毫节目 我是主持人Nary 今天我想谈的是土耳其 一颗意想不到的棋子 我们先来看欧洲的形势发展 丹麦和荷兰开始警告 俄罗斯可能就在周二就会切断 向这两个国家输送天然气 因为他们拒绝向俄罗斯支付卢布 丹麦大概有4% 荷兰大概有2%的能源供应 是依赖俄罗斯输送的天然气 两周前 俄罗斯已经因为同样的原因 中断了对波兰 保加利亚和芬兰的天然气供应 请注意 在这些国家和俄罗斯签署的供气合同中 并没有规定说必须要用卢布支付 所以俄罗斯切断天然气供应 这个是属于俄罗斯方面违约 要求所谓不友好国家支付卢布 这个是普京在3月份的一个命令 欧洲买家的手里没有卢布 怎么办呢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表示说 将为他们设立一个特别的账户 收他们的欧元 然后用俄罗斯方面规定的汇率来折算成卢布 然后再用这些卢布来支付天然气的费用 那么这个措施就可以一定程度的维护卢布的币值 因为有大量的稳定的对卢布的需求 欧洲的有一些天然气公司就只能够遵从俄罗斯的这个要求 但是欧盟委员会指出说 这些欧洲能源公司这样去做 有可能会违背对俄罗斯的制裁的法律 所以目前欧洲那些进口俄罗斯天然气的能源公司 正在设法摆脱这个困境 德国是俄罗斯天然气的最大的买家 他们已经将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的比例 从原来的55%下降到现在的35% 欧盟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底 把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减少三分之二 到2027年彻底的终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本周一有一个重大的进展 欧盟的领导人初步的达成共识将进一步的制裁俄罗斯 欧盟决定立刻禁止大约三分之二来自俄罗斯的石油 在今年年底之前要禁止百分之九十来自俄罗斯的石油进口 仅保留通往土耳其和斯洛法克方面的唯一的一条输油管线 另外俄罗斯最大的银行就是那个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 终于也被从swift的系统中驱逐了 欧洲委员会将会批准一项9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计划 这部分资金主要是用于乌克兰西部的重建工作 我们再来看战况方面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持续地展开行动 试图包围人留在顿巴斯地区抵抗的乌克兰守军 他们试图切断这些守军的补给线 双方激战的城市在Severodonisk和Lizichensk这两个城市 这个都是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城市 而乌克兰方面则在南部的港口城市赫尔松取得一些进展 乌克兰方面称 他们已经包围了一部分俄罗斯在此的守军 他们还对留在赫尔松的抵抗组织高喊说 赫尔松挺住 我们已经很近了 好 今天的主要的内容是 土耳其再次邀请俄罗斯和乌克兰 以及联合国代表到伊斯坦布尔进行和谈 土耳其总统俄尔多安在周一和普京通了电话 电话里他要求尽快在俄乌双方之间恢复和平 上一次双方在伊斯坦布尔的和谈是3月29号 当时呢双方只谈了三个小时 也就是各自给出自己要求的条件 但是并没有深入的谈判 俄罗斯一方的主要的诉求是要求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 不得擅自进行军事演习一类的行动 同时要求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 乌克兰一方的要求呢 是要绝对保证乌克兰的安全 克里米亚问题不谈 可以搁置15年 在那次和谈中乌克兰非常巧妙的绕开了北约这个问题 他们所要求的那个安全保障 其实和北约的所谓第五条款的集体防御是同等内容的 在北约的那个第五条款中规定 北约任何一个国家遭到攻击 就等于是整个北约被攻击 全体北约国家将会集体进行防御和反击 而乌克兰要求的这个安全保障机制 同样是要求一旦乌克兰被入侵 参与乌克兰保障机制的国家将要集体进行反击 所以这个条款可以说让俄罗斯有点哭笑不得 当然这儿要注意 乌克兰也很聪明的把顿巴斯和克里米亚排除在这个安全保障机制之外 这样就增加了这个现实的可能性 但是乌克兰表示说 他们只承认1991年乌克兰脱离苏联时候那个边境线 不承认之后俄罗斯的任何领土伸张 所以可以看出三月份的那次和谈双方的要价的距离很远 那次和谈之后呢 原定是两周之后再次会谈 但是很可能因为双方都看不到谈判可能的进展 所以就一直拖了下来 没有进行后续的谈判 这一次土耳其的鄂尔多安公布了自己对普京的邀请 当然这个是肯定得到普京的允许对吧 这就有可能是双方又看到了某种达成和谈的希望 但是呢 这个消息公布之后也没有得到俄罗斯的回应 因此可能在关键的问题上 双方还是有一些差距 俄罗斯不愿意过早的表现出愿意和谈的姿态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无论如何 能够进一步的进行接触 总是向和平迈出的一步 土耳其在这一次俄乌战争中的表现 可圈可点 进退有据 这是我给他的评价 当然这个实在是一个令人无法预料的结果 土耳其可以说是偶然走到这个位置上的 但是他的表现很不错 首先土耳其和其他的西方国家一样 立刻将这次冲突定义为战争 而不是什么特别军事行动 而且立刻根据蒙特勒公约关闭了波斯布鲁兹海峡 把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关在里面 土耳其明确地表示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 但是呢没有参加对俄罗斯的制裁 也没有对俄罗斯的飞机关闭领空 使得俄罗斯的飞机向南飞行不受阻碍 土耳其出口给乌克兰它著名的那个TBR无人机 造成俄罗斯装备和人员的大量伤亡 但是同时呢 他又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以避免刺激俄罗斯 土耳其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左右逢源 长袖善舞的立场呢 这个不是土耳其处心几率要这样去做 而是他确实有自己的原因 这个可能和两个因素有关 一个是库尔德人 另一个是土耳其自己的经济 首先啊 这土耳其最大的心病就是库尔德人 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以前被叫做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 但实际上世界上最大的没有国家的民族不是犹太人 而是库尔德人 库尔德人的总人口大概要超过三千万 是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总和的两倍 库尔德人是一个高度混合的民族 它的主体应该是波斯人而不是突厥人 很多人以为他们和土耳其一样是突厥人 不对 他们主要是波斯人 土耳其从凯末尔时代开始就不断的压制 并且试图去同化库尔德人 简单说就是种族灭绝 在过去土耳其根本不允许提库尔德人这个字 土耳其从根本上就不承认说 我这个国家存在库尔德人这样一个少数民族 库尔德语不允许在任何媒体上出现 更不要说教科书上有库尔德语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土耳其要申请加入欧盟 才不得不有一点松动 简单说就是土耳其根本上就是想彻底灭绝掉 库尔德这个民族 这就引起了库尔德人常年不断的发起暴动 试图独立 那土耳其就管这个库尔德人叫恐怖分子 库尔德人历史上是一个高度游牧的民族 它的战斗力极强 12世纪有一个著名的哈丁战役 那个彻底打垮了十字军的主力 夺回了伊路撒冷的萨拉丁 所领导的部队就是库尔德人 这是一个骁勇善战永不屈服的民族 当然和历史上的其他游牧民族差不多 他们也是内部相当的不团结 这也就是为什么库尔德人一直被各种强权所统治的根本原因 那么库尔德人闹独立 这就一直是土耳其最头疼的问题 那土耳其有多少库尔德人呢 1400万 占到土耳其总人口15%以上 这么大比例的人口要闹独立 土耳其的日子怎么过 由于美国和西方对库尔德人的同情态度 使得土耳其非常的不满 唯一能够帮助土耳其打击库尔德人武装 这个主要是在叙利亚 唯一能帮土耳其的就是俄罗斯 所以土耳其要想限制库尔德人 在这个叙利亚战争中不断的做大 就必须要保持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合作 那么投桃报李 在2016年土耳其发生那个未遂政变之后 普京是第一个向鄂尔德安表示支持的外国领导人 所以这两个国家在政治上是相互有需求的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经济方面 土耳其的经济是一塌糊涂 土耳其天然气的进口50%是靠俄罗斯 而且它自己这个地理位置 它也是俄罗斯向欧洲输气输油的这样一个通道 这个是可以收过路费的 所以我们前面提到欧盟保留的唯一的一条 向欧洲输油的管道 就是这一条通过土耳其的管道 土耳其的经济从2016年开始就一蹶不振 它的通胀率两位数 失业率两位数 而且这个情况是持续的越来越糟糕 2021年GDP大概是下降了7%以上 土耳其的农产品和食品也是主要向俄罗斯出口 近年来还有点稳步的提高 所以从经济层面上来说 土耳其是非常不愿意看到俄罗斯被彻底打垮的 所以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土耳其的立场 他确实两边都不想得罪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 客观上来说 土耳其目前所处的地位又变得非常的有利 西方尤其是美国 在战争一开始就已经采取了一边倒的姿态 当然这个在道德立场上是无可指责的 你俄罗斯确实是突破底线发动了一场对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 但是西方和美国也因此失去了调停的资格 你已经占到乌克兰一方去了 你还怎么来调停 而北约阵营中 唯一还能够起到调停作用的 不是法国和德国 而是土耳其 今天的明察秋毫就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敬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